国际统计会草屯分会邀请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 日前在明刚国校办理反读教育宣导 并捐赠给明刚国校弱势学生奖助学金 以及全校所有学生总共76套学习文具组 希望鼓励明刚学童在健康无读的校园中请学向上 带着我们草屯同学会满满的爱心 带着76份的文具用品来分送给小朋友 希望小朋友能够感受到这种爱心 然后希望说以后长大一样能够 要怎么得到可爱的人生就要先去爱人 这个是我们林校长他常常在推广的 希望说借这个时间因为大家小朋友集合在这边 另外我们再办一个反毒反暴力的活动 希望说能够生殖在小朋友的心里面 不要以后长大不要受到毒品 这是暴力的影响跟毒害 明刚国校林家梅校长代表全体师生 感谢国际统计会草屯分会 办理反毒教育宣导即慈善捐赠活动 让学生了解毒品对人体的危害 我们的草屯同计会的慧兄慧姐带了满满的爱心 还有满满的祝福 带给我们小朋友就是助学金 还有请安救助金 以及76份的文具组 还有就是100倍的手摇影 那今天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呢 明刚国小的师生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就是爱心 在就学当中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在健康安全的学校环境 就学求学 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南投的警员来学校进行反毒的宣导 那透过宣导呢 让小朋友了解毒品对身体的危害 县议员赖燕雪表示 目前毒品入侵校园相当严重 也感谢国际同计会草屯分会的用心 不仅带来许多资源来关心学子 藉由与南投分局合作宣导反毒观念 希望借此让孩童能够远离毒品 我们知道现在毒品入侵校园也相当的严重 我们草屯同计会的一个会长苏伯燕 带领着同仁赖到我们明刚国小做一个反毒宣导 同时也教导我们小朋友能够感恩喜福 带来了很多的资源 整个社会资源 包括我们三万四 还有我们76套的一个文具组 让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个宣导当中呢 更懂得如何来对毒品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落实 所以燕雪特别感谢我们同计会草屯分会的一个伙伴们 能够带着社会的资源 关注我们偏乡的孩子 我想这个是大家的责任 我们一起努力打造安全无语的社会 我们一起加油 国际统计会草屯分会也表示 希望借由此次专注活动 能帮助明刚国小的学童 在学习的历程上资源不愧于乏 不应经济落差与资源落差 造成学习阻碍 勉励明刚每一位小朋友 在学习上能更努力精进 记者邱平俊民间采访报道